Hello大家好,我是乔依 今天再来跟各位介绍 更多web里的一些 元素的一些使用 物件的一些使用 商务 这边有一个商务,电子商务 它属于产品跟类别 这两者虽然它没有挂上闪电 但是其他这两个呢 在里面的选项 还是需要付费的部分才可以使用的 那它这边只是呈现出你的商品的类别 或是你的类别内容有什么 就像是 你今天你有很多文章 你文章的类别是什么 有点类似部落格的方式将你的商品 兜起来 变成一个群组一个群组 那因为这部分是需要付费使用 就不在这边做介绍 好,这边有个叫引用文字块 引用文字块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在看文章的时候 会看到有些人 他上面会说了很多内容 标题完或说了很多内容 说了内容的时候会有个 诶,这样引用文字 引用文字完之后后面又继续说 他的一些相关内容 不好意思 那这个就是让 观看文章的人可以看说 哦,原来你这个上面整个段落的重点 是要叙述哪一个项目 好,这是一个段落的一个使用 好 社交媒体 这个好用 好用的地方是在于 它可以帮我们链接 所有你的 社交 社群软体的一些 icon 那这些icon呢 你可以依照你的 条件 去做设定 比如说你这边填上你的Facebook 连线是名称是谁 你这边填上你的 Twitter是谁 你这边连上你的 Indusquare 你的Linkin 这些内容 它就可以帮你带上来 那如果你今天不使用呢 你就显示 不显示 它就不会有了 那自然它就在这个选单上被拿掉 那如果底下 你有你想要用的 你有YouTube你想用 你这边就按显示 它就帮你带上来了 而这边前后的顺序 你就直接点击左键之后 重新排序 你可以点下重新排序的时候 点击它 就可以做拖拉的部分 去决定它的先后顺序 好 已完成 它就帮你重新排序过 很方便的一个 一个使用的一个 那个 社群软体的一个 icon的一个使用的按键 这非常常用 我们可能通常会在写过很多文章的时候 会在这边填上 联络资讯啊 又如何联络我 比如说 你会在网站上面秀这些内容 提供给人家做联系 使用的 好 这是 社群medic的图示 这个物件 好 回复表单跟调查 这边我们就只做一个介绍就好 因为其实这两者 跟我们前面课程讲 前面影片介绍的 联系表单 意思都是一样的 只是它变得比较多 项目比较多 好 举例是 比如说像这个调查 它可能下面会有一些叙述的内容啊 但其实这些东西你点击它之后 你都可以依照这些条件 跟你的摆放 还有这些 基本的一些本文内容去做一个 类似问卷调查的部分 最后提交 一样会将这所有的资讯 传送到你的 你的email去 那就依照你的查看内容是什么 那表单的选项 这边就是 比如说这是属于调查 你可以这边 可以明明有另外一个名称 你可能会有 一个调查 或两个调查 或三个调查 就依照你的条件 你要的设定去设定就可以了 那 这个因为其实跟 联系表单是很类似的 乔一这边就不多做说明 好 接下来介绍一个叫 Google AdSense 这是做什么用呢 我们看很多人的网站 他在这网站会有 类似像这样子的广告 穿插在他的 可能他的文件 或穿插在他的内容 好 那 这边是在做什么用的呢 因为你可能填像这样子的广告之后呢 可以方便 你除了你自己打广告之外 赚取 如果有人点击之后 你可以赚取点击的收入之外 那 你也可以变成是 也可以让Google 他们去用 所谓的追踪的方法 广告追踪的方式 去追踪这个 使用的人 或是这个广告的人 他今天浏览到了哪里 那这个方式 你知道点选这个之后 它会连接到你的Google 这个Adsense的主页 那你填妥相关资讯之后呢 就可以依照你的网站流量 你的网站流量 如果人气越大 点击广告的机会就越多 那你就可以赚取额外的收入 这种是属于点击广告的一种 赚取收入的一个方法 但前提是你的网站流量要很大 网站流量很大 你的内容就必须要特别的丰富 好 接下来最后一个是 这个原读取器 原读取器是做什么用呢 有可能你接你的网页 你可能跟某些人的网站 也会特别的类似 那你就可以 彼此合作 将他们的原代码提供给你 提供给你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将他的原代码贴上之后 你可以随时在这网站 看见对方的变化有哪些内容 对方可能变化 他这边就跟着改变 改变了什么 改变了什么 其实在这边就可以一细地看得到 算是一个蛮及时的一个通讯 有点内签功能的感觉 目前但这个 但是这个目前比较不常在使用 乔伊自己本身是不常在使用 所以大致上简单介绍就是到这边 好 那所有的物件 所有的元素使用 都在前面的这总共六则影片中 简易的一些使用方式 我都先跟大家 跟各位介绍完毕了 那 待会的一个影片中 我会去 简单的叙述一个 网站的一个快速架设的一个方法 跟一个网站架设的应有的一个注意事项有哪些 我会把这个的步骤 可能会用一个短流程 短影片 maybe10到20分钟的影片录制完成 那让大家知道说 你在用微博里架设的网站 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 那 但是快速之下 还是有些注意的一些重点 那注意的重点 我们就在下节影片再跟大家介绍咯 那如果针对这些影片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网站中的留言处留言给我 或是加入我的生活圈跟我反应 那 如果任何的问题 就跟我保持联络咯 我是乔一 谢谢大家 拜拜